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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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前方地势不明 原先到了三战 是 袁帅 袁亚军没有追来了 太子怎么样了 太子受惊过度 我已安排人手 快马驾鞭将他护存回营了 好 袁帅 如果这次不是太子抢供兴器 催着中军将领加速行军 也不会重此埋伏 以莫想看 这都是太子自嘲的 但您为何 但您为何不等路撤回原 这次我军损失惨重啊 太子受伤 不论这场仗的输赢 我回哨之后都会被丢难 不太对劲啊 我们都打完了 路撤还指着不轨 难道路撤百万精兵 你们灭了 不好 我们被包围了 别甩 别甩 快 我们羽宇衣 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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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军主帅 怎可人前跌倒 武车 你 元帅是以为我死了吗 都非你有敌有卧 元军怎么会如此狼狈 战事未先 兴师问罪 你未免太早些了 你放肆 元帅栗战敌将不能提 铁里昏迷 众将听令随我出帐子 敌军不破 致不回朝 将军 长公主自尽了 她倒是不糊涂 深知吃了败账 回到月牙国也难逃一死 只可惜她一死 这楚不明勾结月牙国 就死无对证了 属下该死 无妨 太子殿下 会把这事捅出去 可属下担心 楚不明 会将被咱们打云的事 抖出来 他到底是个皇子 您到时候 怎么解释 皇家子弟 心胸狭窄也好 冷酷无情也罢 都不是大事 我有一点沾染不起 尤其是对基于储君之位的皇子来说 就是无能 那这姓楚的就只能是哑巴亏了 此战 我大军朝完胜月牙 将其击退千里有余 这是我朝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大战绩 陛下承天庇佑 功在千秋 不如 众爱卿快快平身 朕向来讲法分明 凡此战有功者 皆有重赏 孙一武生武奔将军 谢陛下恩典 不归生车齐将军 谢陛下天恩 前将军陛陛陛生 升票齐将军 念其世代忠良 封忠勇侯 封亦万户 陛下好像是这么大的 竟然直接给了侯爵爵位 臣谢陛下天恩 免礼 免礼 别以为朕老糊涂了 你暗地里勾结月牙掌公主 究竟一遇何为 你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 看来这次 楚元帅 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啊 莫非 是太子推了我吧 是你 怎么样 此次收获 你可还满意 谢太子殿下厚爱 你应了 好 好 晚些时候 你俩我东宫 本宫 有话对你说 殿下 请用太子身边暗哨 揭发太子他无君想一事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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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